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类自诞生以来便是群居动物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那些追求独自生活的人 向往着一个人的自由 但是也难以逃脱人类社会而生存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 团结一致一直都是生存之本 从济世开始 我们就开始与身边的人构建各种关系 朋友、老师、搭档 各种各样的关系 是我们将来闯荡社会的有效资源 遇到困难时 能靠这些关系而获得帮助 好比于我们悲伤时求安慰 喜悦时想分享的一系列行为 然而不是所有人身边关系都是有益的 无论是朋友或者是亲戚 都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在从中获益的同时 也可能受到迫害 普通朋友的不友好很容易处理 可一些不会处事的亲戚 总让人觉得麻烦无比 逢年过节是走亲访友的高峰时期 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来访 拜见 既是人的感情寄托 也让过年有了氛围 然而过年时 有些亲戚能不走就不走了 特别是这几种亲戚 总是能给人带来各种烦恼 一 爱借钱的穷亲戚 谁都会有经济困难的时候 这时候 亲戚朋友的用处也就体现出来了 亲戚之间相互接济 亦是一种分内之事 大家互帮互助 共赴美好生活 这本是很普通的情况 可总有些人 长期处于一种穷的状态 总想着靠别人的节级过日子 没钱就想办法借 若你的亲戚里有这类人 那么不来往最好 借给这种人钱 有去无回是必然的 其实也有不少人认为 大家都是亲戚 无偿接挤一下 也可以接受 但是 在这类人眼里啊 借钱 有一次 就有第二次 只要你借给了他钱 他就把你当成了救命稻草 一没钱 就会想起你 从收支这方面来说 借出去的钱 既然收不回来 那又何必借出去呢 从感情上来说 这种穷亲戚 有戒无还 并且还得寸进尺 对方都没有把你考虑在内 你又何必执着于 亲戚关系这一层呢 逢年过节 只当没有这种亲戚 而这层亲戚关系 其实也没有多大必要 去维护了 二 虚荣心强 爱攀比的亲戚 逢年过节 亲戚扎堆 总有些虚荣心强的亲戚 对你嘘寒问暖 表面上 是在关心你的现状 实际上 却在盘算着 如何炫耀他自己 而打压你 亲戚之间相互关心 是一种感情体现 可过年时 亲戚聚会 有时候啊 就像是一个 年终总结一样 各路亲戚 汇聚一堂 各自汇报 其中不乏油 想看你笑话的人 人非完人 你不可能在一个 爱攀比的人面前 做到完美 有一个好工作 可能没有一段好感情 有一段好感情 可能就没有多少积蓄 这类亲戚 看问题的方式很独到 总是见坏 不见好 总想着找你的美中不足 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总是不自在的 不仅会活得很累 还无法活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据这种爱慕虚荣的 亲戚家里串门 就是自讨没趣了 现如今 面对这样的亲戚 网友们也很有表现力 总能通过自己的口才 回怼 这呀 其实就是一种 好的抵抗态度 对这种不良风气说不 自己的生活 不容许他人 指指点点 三 总是喜欢 道德绑架的亲戚 有一些亲戚呀 这骨子里 就是自私的 见不得别人好 你落魄的时候 也就罢了 一旦你风光无限 他们一定会来分一杯羹 如果你表示出了不情愿 他们还会对你 进行道德绑架 冷嘲热讽 比如 他会经常说 你这么有钱 帮帮我们不应该吗 比如 你房子这么多 给一套怎么了 再比如 不就几万块钱吗 一直催着还 你还差这点 等等等等 这些话 毫无逻辑可言 喜欢道德绑架的亲戚 骨子里 大多呀 都是自私自利 他们不可能 会为别人着想 眼里 也只有自己的利益 即使你对他们很好 他们也不会想要回馈 你遇到困难时 事不关己的 一定是他们 而且 他们很喜欢攀比 和落井下石 虚荣情很强 他们之所以 对你进行道德绑架 本质上 是因为嫉妒 因为你生活得比他好 所以呢 他的内心 纷纷不平 总想在其他方面 找回尊严 感情是相互的 对待这种自私 又不懂得感恩的亲戚 不需要留有情面 善意 要留给值得的人 这才是成年人 应该的生活方式 四 捧高踩低的 视力眼亲戚 你可能不知道啊 即使是有血缘 关系的亲戚 也存在着 去眼浮世 他们和你的亲书 不是看情分 而是看你 现在的社会境遇 你风光无限的时候 他阿谀奉承 比任何人都勤快 让你无比受用 但是 你万万不可陷入其中啊 因为在他的眼里 利益 远远比你来得重要啊 一旦你落入低谷 他不仅势不关己 甚至有可能倒打一耙 捧高踩低的形象 暴露无虞 这样的亲戚 在你得势的时候 热情似火 在你失忆的时候 冷若冰霜 而且 一旦你落魄了 他们不但不会帮你 还唯恐避之不及 很多亲戚就是这样 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嘴巴上总是喜欢说 大家都是亲戚 眼看你有可能需要他帮助时 他们不仅会在背后嘲笑你 议论你 或许还会在心里想 谁跟你是亲戚啊 说实话 有这样势力的亲戚在身边 你的日子很难过得顺心 人与人的交往 真的就是真心换真心呢 哪怕是亲戚也不例外 如果有一个人接近你 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和金钱 那么你留在他身边 只会伤害到自己 而且要懂得区分 你在人生巅峰时的感情 你攻城民旧之时 自然就会有人来追捧你 但是他们是否不仅愿意和你同甘 还愿意和你共苦 就是你要思考的问题了 五 家里一地鸡毛的亲戚 人人都向往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然而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 幸福安康的愿景 永远都无法全面实现 有一家人幸福温馨 另外一家人可能就是吵吵闹闹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一个家庭总会经历一个矛盾颇多的阶段 而家庭内部矛盾 永远只能内部解决 外人是难以参与的 作为亲戚 过年串门本是尝试 可对于家中一地鸡毛的心气 还是不要去多打扰了 即便要联络一下感情 也要选择安静的时间和地点 不要唐突地提着礼物就上门拜访 这不仅是对方的不便 也会给你带来尴尬 家中一团乱麻的时候 是不便接受来客的 好比丈夫和妻子吵了架 丈夫的亲戚来访 妻子会不待见 反之亦然 特别的更不能参与到 对方的家庭矛盾之中 作为亲戚 能做的呀 其实只有一些言语上的关怀 和经济上的资助 不能去纠微探秘 当个好事之徒 避免好心办坏事 亲戚是感情的寄托 各方面亲戚关系 其实来之不易 由血脉相连的 也有因为结婚而多出来的亲戚 但不论如何 成为了一家人 就是缘分 中国人对亲戚这层关系 有种由衷的亲切感 即使素未谋面 一体有亲戚关系 双方的关系就很容易亲切起来 亲戚关系 同朋友关系 有着很多类似之处 有粮食易游 也有妻妻小人 不要因为亲戚而自 就放下戒备心 更不要被亲戚这层关系 所绑架 对方一旦做得过分 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态度 就像陆瑶 在《平凡的世界》里 写的那样 小时候 我们常常把亲戚 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 一旦长大成人 开始独立生活 我们便很快知道 亲戚关系 常常是庸俗的 互相设法沾光 沾不上光就翻白眼 甚至 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 生活同样会告诉你 亲戚往往不如朋友 对你真诚 说真的呀 亲戚远没有你所期待的那么好 亲戚关系很多时候 都是一段的 甚至最后成为仇人 所以 与亲戚相交 一定要注意分寸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能不串门的 尽量远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